到底是V还是A 安邦和士拉阳两所慈激学习中心的学生 接受年度健康检查 吉隆坡慈激医疹中心的医务人员 分别到两所学校 为孩子们检查视力、牙齿和身体健康状况 两校354位学生被安排在校园进行健康检查 同其他孩子一样 这群难民孩子长时间对着手机荧幕影响视力 有的甚至遗传色觉辨认障碍 对口腔欠缺照顾 导致亚洲疾病等问题 不管是戴了眼睛或没有戴眼睛的 都有视力的一些问题 一定会影响生计 所以我们会查出这些学生 再去检查、再视力 是否需要戴眼睛呢 还是说眼睛需要再做调整 那基本上如果是牙科的话 可能我们会让他们去到医疹中心接受治疗 慈激学习中心和医疹中心 每一年都携手合作 组成强而有力的健康保卫队 促进学生的生活品质 增进他们的学习能力 我感到疼,食物在我的咖啡里 每一位那名学生都拥有专属的健康记录布 里头记载的不只是他们的生理发展 更是记录着此季汇聚众人的爱心 陪伴他们一起长大的过程 麦大爱林一役 罗果聪、何永康、雪兰勒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